準備迎接中秋連續假期 本土新增三萬四千八百四十六例 但廉價出遊返鄉朝 恐讓中秋節後疫情出現高峰 面臨BA.5大魔王 指揮中心沒有禁止口肉 但有四類人 包括入境三家四者確診者和同住家人 以及未接種疫苗 長者幼兒都禁止參加口肉 但是曾和確診者脫口罩相處的 同事 家人 同學等密切接觸者未列入 恐怕出現防疫破口 民眾該如何自保 醫生將冠與建議 自篩陰性在聚會 和人交談時就戴上口罩 以及在空曠地方烤肉 尤其新冠病毒變異又快 專家李秉儀表示 年底恐怕又會有新的病毒變異株 托育防疫新規在調整九月十二日上路 除了幼兒工作人員確診需七天的居家照護 所屬班及其他人自主應變 建議全班暫停托育三天 不過快篩應可收拖提供服務 或是與確診者脫下口罩 共同活動十五分鐘以上者 也是建議暫停托育三天 快篩應可繼續 其實對抗疫情 國內臨床研究指出 新冠一後能防重症 新冠二後能降百分之七十四的死亡率 是重要研究 專家蘇一璋表示 新冠二後保留了五個新冠一後 對抗病毒藥物 增加了強化心肺功能循環等處方 對於國人來說 將會是治療的一大福音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